大家好,我是小草 今天是10月10号,天气晴朗,室外气温有19度 今天跟大家分享,10月份可以吃的蔬菜有哪些 这个菠菜我是9月3号播种的,距离今天有27天了 已经长得蛮大了,过几天可以采摘了 剥洒的香菜,出苗率非常高,密密麻麻的,长出了六片枕叶 冬天吃火锅烫上一点香菜,味道还是不错的 这是第二茶铜蒿,经过雨水的滋润,又发出了新的嫩芽 铜蒿洗淡肥,连日几天的小雨,铜蒿长得特别快 每日清晨,摘上一把翠绿鲜嫩的菜心,让秋日的餐桌丰富不少呢 刚好吃完抽苔菜心,就可以吃红菜苔了 我摘的这个白梗绿叶的沃笋,可能要稍微晚点 9月份迎摘,要到12月才能采收 今年摘的沃笋有点多,准备晒点干沃笋 已栽的筷菜也长大了不少,筷菜像它的名字 快,从播种到采收一个月就可以了 今年胡萝卜育苗不容易,播种的时候干旱 每天浇水精心照顾才长起来 翠绿的胡萝卜叶子下面,已经开始长胡萝卜了 大白菜经过这几天雨水的浇灌,几乎是一天一个样 长得特别快,都快包心了 双酱过后,吃大白菜口感最是清甜 淤淤葱的小葱,每天随手摘上几根 点缀餐桌的美食,不可缺少 大蒜喜欢在土质肥沃的环境下生长 如果养分充足,大蒜会长得又粗又壮 现在的红萝卜不是很好吃,口感有点辛辣 要等到双酱,红萝卜的口感才会变得清甜 这个是移栽的白萝卜,刚缓过苗来,长得有点慢 点缝的白萝卜,和移栽的是同一天播种的苗 区别就大很多 点缝的白萝卜都已经开始长萝卜了 很快就有萝卜吃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啦